大家好,我是香港齐全教室的首席讲师杜潇红 斗者Freeman 今天是7月12号 本人在信报专栏齐全教室有文章 题为《还在遗址先求生》 笔者的偶像Costellani 总结前往意大利买Fiat车厂股票的成功故事时 他指出,作为投机者要有环球观点 要看机会在哪里 什么国家,什么企业 资金就奔向这个地方 这个观点毫无疑问绝对正确 问题是在于散户层面 有几个人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 目前中关环球股市能够真正赚到大钱的 几乎毫无疑问都是在做美股 只是赚多赚少 各种原因笔者没有做美股 只专注港股期权 被朋友们笑为homesick 与他们提及港股期权 他们的观点颇为一致 不是你杜舍讲得不好 而是港股实在又残又废 应该如何回答这样的评语呢? 除了自招还有别的选择吗? 横指七月波斧料偏宅 既然选择了在港股生存下去 就必须认知这已是世界级金融中心的遗址 只是这个遗址还在运作 因为香港目前仍有大英百年留下的普通法 及非常自由的资金进出制度 若这些都没有了 遗址会进入倒数 最后变成废墟 今年一月信报财经月刊有篇文章提出 珍惜生命远离港股 这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待港股 有创意 值得还生活在维港两岸的人思考 遗址的观点清晰了 自己的身段也就要符合这个市场 也就是说要在遗址生存 先求生活费 在资本主义社会 股市主要是看企业盈利能力 此刻的港股百分之八十是内地股票 但似乎主要看的不是分析盈利能力 而是政策制定 所以做分析的最高境界 就是分析政策走向 这是绝大多数香港散户的短板 我们只能适应 目前市场都在等待 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利好消息 但已有数间大行预期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 是农村经济政策 及对经济的调控 对股市利好有限 本周港股表现也反映了这种预期 看来七月翻身难 能超越六月也不能超越五月 并着操作期权 利用指数波夫输算小工具 输入恒生指数和恒生波夫主持的限值 推算三十个例日后 恒指收市的点数分布几率 收市之笔时 恒指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二点 波夫指数二十点五三 产生对应的标准差是一千零五十七点 根据随机数学模型成中型 Bell-shaped分布 出现率最高是正负一个标准差内的区域 目前是上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九点 下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五点 占全部几率的六十八点二% 出现几率次低 这是从一个标准差到两个标准差的区域 分别是上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九点 至一万九千九百四十六点 下一万六千七百七十五点 至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八点 各占十三点六%的几率 按恒生指数本月开市是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九点 相比五月七月将如同六月是一个波幅偏窄的月份 由于预期波幅低 期权的隐身波幅也会低 期权金当然便宜 做Shot不论Corpus都只能比较贴价 因此要多费心机 尽可能利用有限的波幅做密石进场 方向队就密石半熟牛扒当三番 提防突然出现的波幅 宁愿等有机会再开 七千金便宜 开Long Blunt Corpus当然也是选择 逼者既不如人 通常是有一倍利润就平一半 保持持仓零成本 但波幅宅零成本进场到最后 还是零收益等于白做 看来要改变策略 坚持持仓先看波幅再看时间 时为先 此刻在遗址就是Long and Short 并用先求生赚生活费 真正可以为香港带来机会的 估计是今年下半年港交手要推出的国债期货交易 这会是一个巨量的交易市场 香港有角色去体现自身价值 若国债期货有期权相配 估计市场届时会非常热闹 建议香港的散户投机者要开始留意这个标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本文朗读完毕 多谢收听 香港齐全教室成立于2008年 杜肖宏老师自2007年起 撰写信报专栏 齐全教室至今15年来从未间断 是一位略有知名度的专栏作者 期权教室出版的 齐全系列书籍 在香港以及台湾各大书店 均有发售 国内读者若需购书 请以电邮联络我们 谢谢